他才做不到5個月 處心機率 就是第一要把對手幹掉 把黨內的對手 鄭文燦先幹掉 把黨外的最大 搶年紀廟的對手 柯文哲幹掉 他希望自己能夠連任 蔡英文也想連任啊 可是人家大部分都是 最後兩年才開始想好不好 我真的沒有看過 從當選第一天開始 就在想自己怎麼連任 而且沒有一個價值比這個重要 所以我們才不會聽到很多真話 以為都只講對你有利的話 反而會被人家看穿 我坦白講這個世界 有時候很吊詭 你講很多真話 反而更多人支持你 好 莉莉想幫安亮哥說兩句 美理界呂布的節目 有流量有錢啊 那個錢很少了 拜託 還有綠營的在看 其實我跟你講不是綠營 是民眾黨 他的節目 因為郝偉翰以前是藍的 所以他的節目一直有比較複雜的人群在看 大概是這樣 而且他訪問的人啊 事實上也不只我啊 他也訪問 比如說那天他訪問那個 他也訪問藍的嘛 他也訪問過曹青城啊 還有這個明居正啊 訪問沈富雄啊 因為他關係不做啊 所以很多首長 最後都會接受他訪問啦 大概是這樣 讓綠營的人脫離集團思想 能有幾個是幾個 亮哥之前說他的目標是 呼籲大家認清真相 上呂布的節目 可以打破同溫層 為什麼不去 雙贏 而且都是認識的朋友 還能因為意識形態扯破臉 老死不想往來嗎 這個我跟你講 這個 我們不要講呂布啦 就黃偉翰啊 黃偉翰他 反正我跟你講 你未來就會看到 包括韓國瑜啦 盧秀燕啦 那黃國昌啦 那當然賴清德 一定包括在內 搞不好他也會訪問到左隆太啊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啊 就是他要爭取 方方面面的好感信任 那你說台灣這個環境 就是這樣嘛 你當然可以說啦 說別人也不用像你做到這個程度 這我當然同意啦 這個 有一些人 人家也不用 這個對賴清德去認同 肯定 人家照知道要站在媒體圈 廣結人員啊 比如說那個TVPS 方念華以前他也做政論 還有這個謝政武 對不對人家也可以維持相當的公正性 那他也不需要講那麼多政治話 這個我同意啦 我同意啦 所以有很多角度可以來看這件事啦 大概是這樣啦 這個陳世傑啊 賴清德一路利用行政資源司法追殺 媒體輿論 不斷鬥爭為的是什麼 說白了就是怕自己成為李登輝之後 第一個沒有連任成功的總統 你講的太好了 面子掛不住 做這麼多動作 除了怕民進黨失去政權之外 其實最怕被笑 最沒有尊嚴 民進黨早就忘記耳縫耳路 明知明高 下民意虐上天難欺的道理啊 人民的未來算什麼 自己家族希望就好 你講的太好了 我跟你講啊 他就是自從得票 確定只有40% 他就一路擔心自己 2028不能連任啊 所以他在幹嘛 他才做不到五個月 儲心機率 就是第一要把對手幹掉 把黨內的對手 盛文燦先幹掉 把黨外的最大搶年金票的對手 柯文哲幹掉 那接下來就是想盡辦法 要能夠讓自己的民調上升啊 他希望自己能夠連任啊 我坦白講我真的沒有看過 一個人喔 才當總統 就這麼這麼害怕自己不能連任的人啊 我坦白講喔 每個人都會想連任啊 我也當過三屆立委 OK 我當區域的時候 我當然想連任啊 那 李登輝 陳水扁 蔡英文 也想連任啊 可是人家大部分都是最後兩年才開始想好不好 比如說蔡英文開始緊張啊 2018嘛 2018他真的緊張啊 結果選了東島西歪啊 碰到韓國瑜旋風啊 可是我跟各位講我真的沒有看過喔 從當選第一天開始就在想自己怎麼連任啊 而且沒有一個價值比這個重要 沒有一個價值比這個重要 所以我們才不會聽到很多真話啊 我坦白講這個世界啊 有時候很吊詭的啦 你講很多真話 反而更多人支持你啊 那你為了要掩飾啊 以為都只講對你有利的話啊 反而會被人家看穿啊 這個文達 亮哥晚安對於你對民進黨的了解啊 賴清德這樣亂搞 黨內 對賴清德的不滿有身高的趨勢嗎 2028若是有人想要挑戰賴清德 目前黨內地位 有可能是林佳樓嗎 目前最有 最有資格挑戰賴清德應該是陳其邁啦 所以我跟你講 2026 12月25 陳其邁卸任 那賴清德就要面對難題了啦 因為陳其邁早就當過副院長 所以你如果不讓他當行政院長 陳其邁能接受嗎 那如果賴清德那個時候民調不好 這個困局就好像2018的小英嘛 因為蔡英文2018選的很差嘛 那所以這個賴清德就跳出來挑戰他啊 2019 對不對 所以 關鍵點還是2026 賴清德的民調有沒有跌下來啦 那是不是選得很差啦 比如說南部 台南啊高雄啊嘉義啦 屏東啊 有輸掉了重要縣市 那他的民調也很低 那那個時候 這個2027就有可能會有挑戰者 因為那個時候大概 大家也已經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了 一個人做不到五個月就把 內部跟外部的關係都搞得那麼緊繃 你想一想是什麼樣的人啊 對不對 我認為陳其邁的機會大一點啦 大概是這樣 小魚辣椒 盧媽的挑戰 一 2026 包括罷免朝 二 是兩岸論述 可統讀分別被紅綠占據 國民黨兩岸論述究竟怎麼用 國民黨兩岸論述 不然當年馬英九是怎麼論述的啊 這個就看盧媽要不要去面對啦 事實上盧媽 我跟她也很熟啦 因為她長期都是 把自己定位為小市民的立委 還有這個父母官嘛 所以對於這種中央級別的 敏感的意識形態的問題 她就故意不去碰 可是她這個是沒有辦法閃的啦 我覺得韓國瑜 韓國瑜那天在國慶營講的 一句話講的我覺得非常能夠接受啊 她說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啊 那台灣是我們的家園啊 然後中華文化是我們的根啊 自由民主是我們的寶啊 韓國瑜講得很好啊 還有我們在說一下 見到了 我們在說一下 我們在說一下 我們下集內 就會好 我們下集內 我覺得讓我們一起走 如果說一下 到不下集內 讓我們先走 我們下集內 先走 走 好了 我們下集內